來囉 歡迎回到月園小虎 那今天我們來輕鬆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路版家園系統的最新消息 在之前的時候已經有介紹過路版的家園系統 不過那時候自己有一些消息圖 那還有一些建築物啊 長相啊 還有大致上的一些玩法說明 那詳細的部分跟怎麼做來花多少錢 然後需要多少資源 那個時候還沒有一些詳細的資料 那這一次的話在我們7月17號跟18號吧 我們數丟大大 非常感謝他 他把一些我們家園系統 目前有上線測試過 還有一些功用啊玩法 然後還有一些 最主要的花費大概都有 弄了兩篇的文章 然後跟大家做個介紹這樣子 但是這目前還不是最終上線版本啊 目前可能還在測試調整吧 所以 目前的話 有內容更新 然後有一些部分的做調整 但是 官方還沒有最終定下來 等到路版正式上線的時候再看看 不過應該差距不大啦 因為 這兩篇看下來他的玩法都已經蠻固定的 然後可能就是一些 金額上的差別 那總結下來齁真的 家園系統更新之前齁 大家那個銀朗真的要存好 我銀朗花超多錢 等一下來看一下齁 真的應該會請家蕩產喔 搞一個家園系統一兩千兩 我覺得應該是基本這樣子 OK 那我們先就來快速看一下 我們的家園系統 那第二篇的話是這個東西 你錢包夠了嗎 這個的話會把你的所需的材料 所有的一些 花費的一些銀朗 他把它PO出來 給大家參考一下這樣子 OK 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介紹一下地皮 地皮的話 我們家園系統裡面有很多地嘛 要有地材跟蓋建築物 然後地皮的話 他都分七個檔 那七檔的話有銀朗 元寶檔跟轉盤檔 那銀朗檔的話 應該就是我們像無課玩家 或是很小課的 就是我們 就是拿銀兩去買地 四十兩 一百兩兩 一塊地 要兩百兩喔 那這個是大小的差別 那元寶檔的話 如果你是 凱子大爹 或是大課長的話 那銀兩檔可能無法提升 我們 體現我們那個課長的尊貴 所以有元寶檔 元寶檔的話 五百兩 元寶然後 一千五百兩跟三千兩 這個真的是很猛 但是這個三個檔會吃的話 這個銀兩可能是沒什麼作用啦 那我們高 比較高級點的話 他可以接收耳房 涼亭跟遊郎 尤其是遊郎 真的很漂亮 那這三個 那個特殊建築物 那耳房的話 之前介紹過嘛 儲存的功能 然後放置 裡面可以放酒櫃啊 紫金葫蘆啊 這些東西 那 涼亭跟那個遊郎 等一下下面可以看一下 OK 那 耳房的部分的話 木箱反而就是可以做一些儲存的東西啦 上限只有五個這樣子 那就是這個送木箱 然後可以儲存東西 簡單說就是 隨身商店啦 就是倉庫啦的意思這樣子 還不錯 然後紫金葫蘆這個目前沒啥用 所以到時候再看一下 這個酒壇可以 有點像是我們那個桂花酒 可以封存進去 好OK 然後再來是那個涼亭 涼亭的話可以放香爐 那這個東西的話真的 很有用 原本一開始我覺得涼亭打坐 可能增加月曆沒什麼批用 但是他這個有這個東西喔 內功那個修為加一 然後一天可以打坐一次 那我覺得這一次的家人系統 很多可以提升一些 不管你是內功修為啊 套路修為 所以他可能覺得目前來說 我們能增加 修為的部分真的太少了啦 除了那個蟻型傀儡之外 要不然 遊戲裡面來說 除非用25兩去買一些 輕功修為啊 但是那個真的太貴了 所以目前的話 他有這個涼亭 然後可以內功修為加一 一天整打坐一次這樣子 但是有上限喔 他在我們那個 就是後話這邊有講到 他好像就是打坐的情況之下 那個 收益良多 然後就無法再打坐了 然後次數的話 感覺是30次 就是一個人最多34啦 34之後你就不能打坐了這樣 但是34其實還是蠻多的 OK大概是這樣 就是他的那個涼亭的作用 那要記得喔涼亭這些東西是 就是我們元寶檔 就是才可以弄的 就是這個500兩 1500兩跟3000兩 這個東西 就開放涼亭 1500兩這樣子 好這是涼亭的部分 再來是遊廊 遊廊的話就是 可以放在水路 連接起來 就像以前宮廷的這個啦 就是我們這邊是草地嘛 然後這邊是那個 水 然後這就是建在那個水上面的 很像以前那個 那個叫什麼 天龍八布的那個 他表哥住的那個叫什麼 什麼 謝湘亭什麼那個 就是他們在那個遊廊這邊 就是水上面可以蓋遊廊 這還蠻帥的 OK 那普通的橋的話就是這個 就是有點像碼頭 也不算碼頭吧 就是 算是一個那個 算是一個碼頭的地方 就只能 沿著水這樣蓋 這個是橋 那這個 可以沿著我們 連接陸地的部分的話 這個叫遊廊這樣子 帥但是很貴 OK 然後再來是 普通的建築物 一個是馬舅 馬舅的話 就是買了地皮之後 可以直接送你一個 然後有一個馬酸 馬酸的話 可以供一個水蟲去遊歷 然後也可以吃吃馬酸 反正最多呢 就是兩個水蟲 然後兩個馬酸 這樣子 那那個馬酸的話 最多 就是可以派兩個水蟲 就是派遣遊歷這樣 那派遣遊歷的話 感覺會有點像是 那個三國治武 就是把武將派出去 那個 就是讓他去 自己去歷練 然後歷練的時候 可能會帶一些 資源啊 或者是 增強自己的能力回來 這樣子 那泰山基石的話 這個東西 唯一產出的途徑 是遊歷隨機獲得 所以遊歷的話 盡量 還是要派人出去啦 因為這個東西的話 拿到之後 我們才能做這個 酸馬裝這樣子 好 然後派出去了之後 四小時就返回 還不錯 之前那個 三國治武的話 好像要派出去一年吧 然後派出去一年 然後這四小時就回來了 前兩次的話 花銀兩 後面花元寶 跟我們平常那個 切瘦差不多 那後面的話 看個人 一天練 十二次可能是太多了 這樣子 好 那反正就是可以帶一些東西回來 然後 遊歷結束的時候 我們可以帶一些 等級手機啊 加圓道具啊 額外道具啊 最主要是後面這個啦 外攻修圍加一 這個東西的話 可以加主套路的修圍 其實還不錯 因為最主要 目前我們角色 真的 蟻形傀儡 一天加五 五點修圍之外 就沒有啦 你看看四隻角色 然後一個 一千五的修圍 真的不知道玩到什麼時候 所以他有 額外加這種 套路的一些修圍 那獲得手機的話 跟我們遊歷經驗值有關 尤其是數越多啊 天弓技啊 魯班手機都會拿到這樣 那特殊的一些 事件的話就隨機啊 跟三國之五一樣嘛 可能遇到某些事件 然後你可能會有些 特產 土特產就會拿回來 然後 丁曉飛的話 每天都在那邊偷東西 他 很沒水準的 偷東西 然後偷一些 還不錯的東西 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 涼茶桶 涼茶桶的話 可以做涼茶 然後喝的話 可以有二次體力 然後去幹別人家的話 會有加六的體力 還不錯 那個跟那個 平常我們在開戲農場一樣 然後製作事件是五個小時 然後偶然觸發的話 有可能會口渴 然後就把 你的茶喝走 喝完了之後 他送你一些東西 這樣子 就是那個 這個東西 就是 可能是給錢 然後可能是給道具 那普通的妹子就給你錢 然後 這個 男生就給你道具 然後再來是 陌生人喝的話 喝完之後呢 會送你一個道具 一般是垃圾 這樣子 一般是垃圾 那沒有人路過的話 你就自己喝 喝的話就加二次體力 好 然後再來是 動物 剛剛前面都是一些建築物 現在是動物 動物的話分幾個 一個是雞窩 牛棚 羊卷 那好像沒有豬卷了 只有羊卷就是三個 然後一樣 養雞 生蛋 宰雞 這個遊戲有雞肉喔 喔這個遊戲終於有雞肉了 這個遊戲的雞很猛欸 這個遊戲的雞是不會死的 那之前的話 宰牛宰 羊宰豬 大概 就是 加醋類大概都被宰完了吧 所以就是要改那個琴類了 我們加琴類終於要被宰了 然後今天的話 做教化雞 做燉雞湯 這樣子 還不錯 然後這個是教化雞 一樣吃22體力 喔這很多欸 22體力 像我們一般 我們的 平常如果自己在吃的 粉蒸牛肉的話才12欸 然後 這個 你看 我們雙龍細豬這個還不會做 牛肉會是一般大家 就是刷土的時候 應該會拿到 15體力 然後這個那個 燉 那個教化雞是22體力 還不錯 然後人生雞湯的話 是18體力 跟我們那個 剛剛跟這個一樣 跟這個牛肉 不是牛肉 牛肉會才15而已喔 12 15 喔沒有喔 那還比較多一點喔 人生雞湯比較多一點 然後羊卷的話 載 載 羊跟什麼 拿羊毛 這羊毛可以幹嘛 羊毛可以織毛翼嗎 如果可以織毛翼的話 真的還不錯 好 然後牛棚的話 一樣載牛 牛羊大的話 一樣載更多的牛 牛皮牛棚 這應該大家都有很多了啦 然後 就是 這東西應該去買就有了 然後 或是你平常去 載人家的牛也是OK的啦 OK大概是這樣 然後再來是 池塘 池塘的話 那就比較炫炮一點了 可以養魚啊 養一些水上植物 養魚不建議啦 那 你要餵養魚 你要拿一些食物這樣子 然後 跟我們水質敲到特別大 那個荷花的話 每天可以種一個 然後可以叫那個 那個 叫花雞來吃 然後就是看水中池子 然後看水面 改善水質這樣子 OK這個池塘 笑完東西 然後 那個農田的話 種菜 種花 種草 然後金絲南木 後期高級家具 金絲南木 目前的話 好像是 在 在哪個地圖有啊 在一個地圖上面可以挖 我記得是不是 是清晨山嗎 還是哪個山 忘了 耳梅山嗎 有個地方會纏那個金絲南木 但是很少啦 這個東西的話 盡量存 高級家具的話會用到它 OK 然後再來是廚房 廚房的話 做 放青石墨 然後 那個 酒窖跟湯鍋 石墨的話 一樣 那弄 碎蜜雨跟那個 珍珠粉 差不多啦 那個你去成都也有 成都這個石墨 你也可以挖麵粉啊 那個龍骨粉啊 這些東西 然後棒珠 然後珍珠粉的話 要拿棒珠去磨 然後磨完之後 蛤 女浩美白 真的假的 棒珠 可以那個 獲得珍珠 價值連成 唉唷 這玩意還可以 那個 女浩美白 但是我們女角 其實都蠻那個啦 我們女角 其實都蠻白啦 欸對啊 其實都蠻白的 OK 然後 酒窖的話 放酒可以拿到 酒一蒸氣跟蒸氣三千加一 這還不錯 然後 湯鍋的話 可以喝牛肉二十湯 雞湯十八 羊湯十六 然後蒸氣一些 加一些 哩哩口口的東西 牛肉蘿蔔湯 然後牛肉加那個 冬蟲夏早 然後加蘿蔔 蘿蔔怎麼拿 蘿蔔應該是去農 那個農地種的吧 目前我們那個遊戲裡面 還沒有 還沒有蘿蔔 人生 枸杞 跟調料 OK啦 小意思 那個 牛肉蘿蔔湯 加二十體力 好 那練武場的話 之前介紹過嘛 放石索啊 梅花莊啊 這些東西 花六個體力 看一下打架 打架之後好像都是娛樂吧 是蠢於樂性之在用的 桃花四路破竹 舉石索三十九次 勝過三個三十九次 三個你真是太弱了 好OK 然後放一些那個武器啦 當作武器庫 武器的倉庫來用 來使用這樣子 調整 木頭人 然後放 四個道具 這感覺沒什麼用 這不知道可以幹嘛 OK然後 再來是 第二個是廂房 廂房的話 建議到過嘛 就剛剛講的那個 大一點點倉庫啦 廂房跟剛剛那個 收木箱一樣 然後再來是那個 家具 那室內家具的話有送牆 然後有一些手機可以 那個圖紙之外呢 其他就是要花錢買禮包 直接送 橙色的家具這個 巧匠禮包 送這些是什麼東西啊 那個木框啊 軟木 收木軟踏啊 這些東西 喔 哇他真的把他當那個 我的世界來玩 然後家具越多 就會發現 那個禮包裡面 才是最省錢省心 簡單說啦 直接買禮包會比較快一點 他直接送那個 六塊錢的禮包 三十塊的禮包這樣子 然後地板的話還要用那個 淬煉石 那個 這邊還要用石頭跟白煉石 花十兩的銀子 給你去磨十子路 這一塊 五塊十子路是需要十兩銀子 然後青石磚的話是需要二十兩銀子 哇這個還要七星年這些東西 所以沒事的話真的 滿地圖的傀儡 盡量丟 然後再來的話 八千保底的轉盤檔 就是要買到三千檔 都才能用 目前的話 地皮大一點 其他沒什麼用都要看 OK 所以後面的話可能官方還沒有 確定他到底要幹嘛 因為目前的話 是說地皮的話 總共有幾種 我們一般 五課玩家 或是小課玩家 大概是這個 然後中課大課玩家 大概是元寶檔 然後 他說有七檔 還有一個轉盤檔 那轉盤檔的話到時候再看他 會有一些什麼東西這樣子 會有一些什麼東西這樣子 好 大概是這樣 那最重要的重點來了 我們家瑜到底要花多少錢 來 直接看一下 我們錢包到底要多少 廂房來看一下 收木 銅木 然後石塊跟刺桶 材料是還OK啦 不難拿 然後 還有這個 石塊跟刺桶 這種東西花還蠻多的 50個跟100個 這東西的話要盡量先存一下 然後這個是12兩 廂房12兩 農田的話是雜草跟樹枝 這個要5兩 這一塊農田就要5兩的銀子 哇靠剛的那個 我 我剛看一下那個 一塊地 要5兩 哇那不是這個弄起來要多少錢 然後 再來是雞窩 這個要8兩 然後這個是要 粗麻 這些東西都還好 七星岩跟石塊弄石糖 石糖的話10兩 石糖應該不多啦 石糖應該還好啦 石糖不多 農田應該比較多一點 然後廂房的話是要20兩 煉武場要30兩 然後月光池 青釘石 這個還好 平常在純應該還好 耳房的話要10兩 一樣 那個七星岩 七星岩用量還蠻大的 然後 那個兩體 黑鐵跟那個 青金石 這種東西真的要存一下 這不能亂花 然後 油狼的話要20 喔油兩三個要20兩 三個20兩 123 這樣子就20兩 這樣子應該要20幾兩 快30兩 20兩 30幾兩 20兩 哇那這樣 這一條不就快100兩了 幹那油兩三個要100多兩 然後這個的話 3個20兩 喔很貴耶 哇這油狼不便宜喔 不過如果買得起油狼應該不會care這些錢 然後羊券的話10兩銀子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牛棚15兩 哇牛棚要15兩 然後再來是這個 文墨石碑 這東西橙色的還不錯 然後要5兩 然後灌木蟲 你看灌木蟲 一個雜草配樹枝 這個我也要1兩 灌木蟲 這個叫灌木蟲 灌木蟲是這個嗎 就是 灌木蟲 這邊好像沒看到灌木蟲 這個是樹 灌木蟲應該是矮一點 然後巨石 你看更鬼扯 雜草加石頭 這也要1兩 一顆石頭就要1兩 一顆石頭 哪裡有石頭 這邊沒有石頭 哇一顆石頭要1兩 然後水缸 水缸要5兩 養魚的話要5兩 然後 那個松樹盆 這個也要5兩 石頭加樹枝 石頭加樹枝很多耶 松木加白鏈石 然後 蘭花盆 一樣5兩 然後 白羽5兩 然後 碧桃10兩 雲山10兩 比較高級的那個 建築 就是 中小樹 中小樹啊 中小樹兩棵 要10兩 真的是太貴了 然後 羅漢松 10兩 花斧 10兩 小木馬 25兩 小木馬應該是這個吧 這個這個 這4個 這4個加起來就100兩了 哇靠 100兩 100兩我可以做 做兩次裝備 然後 草 草蟲 然後草木 鐵爐 5兩 然後木架 5兩 那個招牌鐵 8兩 哇靠 水獄10兩 水獄要10兩 123456789 哇靠這邊如果加起來30個就300兩 喔沒有沒有 5個啦 5個 所以一個水獄是 那個2兩 2兩的話這樣弄起來也蠻多的 10個就20兩 然後碎石橋是10兩 青石橋 青石路 石子路 喔我剛才想說這石子路是怎麼鋪的 石子路5個要10兩 一個也是兩兩 全部加起來至少一個地皮 平均用兩兩來算的話 12345 12345 25 這一塊25 25四塊就是100 100一塊平均是兩兩的話 這個畫面加起來就大概200兩了 我看 這這麼多 200兩然後紅牆20兩 然後紅牆門5兩 然後青瓦磚 木質牌坊5兩 然後 生物 哇每個都是3 5兩的 哇這個桌子還要10兩 哇靠更扯 哇這個橙色的 這個棕木椅要5兩 然後軟踏5兩 啊 椒椅15兩 哎呦這個貴一點喔 這個綠色的椅子還要15兩這麼多 哇原來最貴的是家具啦 外面這個還好 裡面這個可是貴 然後 哇這個東西 這什麼東西 80兩 長岸 這是那個 那個血毛筆的那個岸嗎 長岸 一雙桌子要80兩 然後泰山石桿當 60兩 哇靠 紫色的 然後竹邊這個30兩 長兵架15兩 喔呦 貴啊 然後 紫竹雪瓶50兩 哇一顆屏風要50兩 然後拌腰 哇這個拌那個女兒牆這種 一顆 牆 這一顆喔 這沒有寫數字嘛一顆嘛 一顆要50兩 哇那時候我把我家圍起來又不是要500兩去了 好靠木牆 木牆一個也要20兩 哇 一個20兩 然後梨花拌腰牆要50兩 哇這牆才是最貴的 然後 棕色地板 50個10兩 喔這個倒還好 然後岸檯 竹檯要3兩 然後 長明燈 然後這個東西的話 剛剛是1500檔才能開嘛 1500檔開 撲團30兩 那去跟 去太乙拿那個免費撲團就好了 然後兩桶茶30兩 秋月琴30兩 香爐15兩 然後酸麻15兩 天啊都是15兩到30兩 湯鍋酒窖15兩 美花裝15兩 石索10兩 擺兵架15兩 哇天啊 錢 呃材料先不看喔 先看錢就很多 我這個千年寒鐵去哪邊拿 然後這個玩意要3兩 3兩 3兩 九 九攤 喔 喔還有喔 哎呦測試木人 有有有有 這次有了 那個 那個剛看的那個測試木人 然後需要那個 傀儡核心 然後還要紫金 喔很多耶 紫金需要50個 15兩 然後 那個 紫金單爐要30兩這樣 但是不能煉單啊 這遊戲還不能煉單 OK啦 大概是這樣 就是 整篇的材料 然後這兩篇的那個 那個連結我有興趣的話 我會放在那個說明欄那邊 如果大家自己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看一下 但是目前目前還不是最終版啦 目前的話還是 就是測試版 目前官方還沒有 正式上線 所以它是非 最終上線版的樣子 OK啦 給大家做個參考啦 這個遊戲 喔 好玩 應該不是好玩啦 就是 給大家有一些 模擬程式的感覺 只是說你可能要花很多錢而已啦 我光看這個 在這個錢 建一個這個圖上面 這樣子的一個長相 大概要花到 預估大概要五六百兩嘛 五六百兩 五六百兩 然後如果 這個家園只是占 這個圖只是占這個家園 大概十分之一的話 應該花了 花了很開心 OK啦 給大家做個參考 沒有沒關係啦 目前還沒有那麼快上線 大家就是 之後再看正式版 是長什麼樣子好了 好 就這樣給大家做參考 那 我們先讓我感恩收看 下次留言再見